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历经三十余载 部队找到了他 可是他却拒绝了部队的请求 年过八旬的柴云镇 几个月前外出时 出了车祸 鼓鼓鼓折 如今每天只能坐在家里 看看报纸和电视 柴云镇说自己很喜欢看电视 但是如果不是我们的到来 他却很少会看战争片 因为每次看完 他都会流泪 一个场面 现在不愿意打仗 打仗就要牺牲人 一个人活着一辈子几十年 好艰苦 活着几十年 为啥值一强就是 一直攻 攻到三百仙高头 葡萄风三百仙就是两边都占 南朝鲜 北朝鲜都占 1951年5月26日 为了阻止美军的追击 保证后撤部队的安全 柴云镇所在的第十五军四十五师 接到任务 在芝浦里地区的朴达峰 阻击敌军七至十天的时间 葡萄风啊 葡萄风那个山 是一个关键地方 很关键一个口子 如果葡萄风一丢了 后北朝鲜就喊完了 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也喊越战上万多更大了 所以上面在山地 葡萄风阵地上 尘土举震 那就是神死掉守主 朴达峰由此成为 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 5月28日浮晓 美军在飞机 大炮 坦克的掩护下 开始向朴达峰发起了进攻 经过五天五夜的激战 坚守朴达峰阵地的 志愿军四十五师 一三四团 伤丸在中 我当客户都比我高 人高一些 我抽起来的一起 给我呢 他那个是 晓得他是啥子炮事 炮当客户还有那么长啊 那些炮啊 你炮打起来 伤亡好大啊 激烈的战斗持续到第六天 因前沿阵地伤亡严重 柴英镇从四十五师警卫工兵连 被抽调到了一三四团 八连八班任班长 好 云长就下面 八班 突击 坚决过山头拿下来 下十米里来 拿着 战了我们两个珠峰阵地 珠峰阵地第一高点 第一个瓷高点也战了 第一人战了 柴英镇带领五名战士 趁着夜色冒着密集的炮火 从左右两侧 向敌人突然发起了猛 敌军本来就害怕进战 夜战 再加上猝不及防 所以很快就被五军夺回了两个阵地 那是第一次战云七年 七年那次还还不了三个阵 战云七年 七年一手 还收到不到过多小时 过多小时这样子 好 敌人反扑又上了 又把山头堕过去了 战斗进行的异常惨烈 为了守住阵地 保证营部指挥所的安全 柴英镇带领着战友 再次冲了上去 就伤亡了 要躲一点了 我把你打到最后 我只剩两个人了 两个台两个人了 好 第三次敌人 又把山头拿过去了 过了三次敌人 又把山头躲过去了 躲了去了 哎呀 打得云章没得发了 那无上之后 我们来是运长勤职智慧的 他说 八班 他说 这一次 给我坚决把山头拿断了 此时 柴英镇身边 只剩下一名战友 他带领着这名战士 再次向敌人的阵地发起进攻 凭借着对弟兄的熟悉 柴英镇占领了敌人的重机枪阵地 我一上车 抓住了敌人 那个重机枪 他原来对准我们这方向 我把他撤了一转 他打败一遍 我放一千发指导 我给他放完一枪 打死的敌人 好 主要我们的班 主要打死这些人 打死两百多人 整个一个班 消灭了那么多人 当然 这一攻击上车以后 当然 山头上 柴英镇虽然已经完成了 营长交付的任务 但此刻人手不足 弹药将近 刚刚夺回来的阵地 很有可能再次被敌人夺回去 于是 本该固守待援的柴英镇 在观察完战场行事后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军定 那一阵想什么呢 想的是 哎呀 人们大力上网那些 先人们 少人们 多网 为啥子嘛 他们为啥子 我那思想越想越想不通 哎呀 干脆一点了 不想多了 想那么多咋走 可敌人拼了 我说我去把这个敌人的 资费所跟他拿下来 以个人去拿支费所 柴英镇留下了 威仪的那位战友 让他坚守刚刚打下的阵地 而自己则利用地形 绕过了敌人的巡逻哨兵 摸到了敌人的指挥部跟前 我也不喊 有人无人了 手里到射进去 射进去 爆炸了 他就把枪口迅速地指向了最后 公司门口就夸了 夸了以后 他也不叫了 车转了转到那边 又发 又发现了 第四个敌人 柴英镇抢在敌人之前 靠头扳机 四个敌人中 有三个应声倒地 柴英镇又把枪口 迅速地指向了最后 这个事 谁能首先打响这一枪 谁就是胜利者 谁就能活下来 最后一枪啊 结果枪不响了 看到看到他一个敌人 他在摸他那个自动枪了 我一个箭步跑进去 我在山上 他在山下 大约给四个公尺 我一个箭步上给把敌人 把敌人的枪边就插住了 我说对军他 对军他 我一摟啊 他就枪不响了 不响了 我的手一划下来 划地一枪就打去 找我 他手一撑又把枪也撑掉了 打下去 枪没撑掉了 打下去 我就连枪带着把他撑 撑到交通构一撑了 那两个都带交通了 因为我死腾 找军打呀 打了几分钟啊 与敌人近身肉搏 柴云镇经历了人生最为惨烈的时刻 抓到一把变眼睛呢 抓到四个砸脑袋 又是谁让战斗英雄痛哭失声 都起刮得哭 两个都哭 一哭起来我激动得跟你说不出话了 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对地形的熟悉 柴云镇只身捣毁了敌人指挥所 可随即他却陷入了残酷的肉搏战 由于敌人身高无荡 柴云镇也逐渐足于下风 最后打来打去 最后我看想抓他的眼睛 把眼睛抓掉了 他都看不到了嘛 我逃吧 一抓头一抓啊 没得指甲壳 抓了四个砸脑 放了四条砸脑袋 抓过来 好 第二把一去啊 抓呀抓去 抓了 他口一抓脱 完了 给我 他摇住了 差点就摇断了 摇断以后 他不放 给我拿到一本了 本了那么长两边的筋 本不脱 但是我想摇断 摇不断啊 那开始我就是说 那个就是那天打了点天东 就要脚从沟头 一把过来 那脚从沟头水都摸碗 摸干碗的了 两个人呢 我们两个一把 说成一个疑人了 光看到两个眼睛和手带动 抓呀 好 把那个上面公司的一把都抓 抓到一把变眼睛呢 抓到石头砸脑袋 最终耗尽了力气 浑身是伤的柴云震 被敌人用石头猛击头部 石头啊砸了 你看 他就拿到了石头啊 拿了这么大块乱石头 那个石头啊 当然那个油光石 他怎么开始拿到去 你看他们脏了脏 今天怎么空没了 这两个人是那么大 但是应该了 好多人问我 应该了我就是 十字要没有力了 他那时候 他炸石头 他那时还没有 还没有放我们 石头还是要做的 他不送这个 我送得对付两次了 好 最后不理想我 这个石头脑袋的路上 哎呀 别的发了 对吧 好 我就 最后 他比利波罗把脑壳砸出去了 他认为死了 好 我也没动了 好 他就 但是 他也怕死了那时候 怕我们那边有人上来 他就翻上身了 就说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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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 在哪个时候 我听到机枪一响以后啊 好 我晓得我们的人到了 援兵到了 在这场肉搏战中 柴云镇右手十指被敌人咬断 头部腰部多处负伤 增援部队赶到后 为昏迷中的柴云镇进行了简单包扎后 把他转运下了阵地 当那那么一援兵到了后 我就更美丽了 那一五分 人死不死了 不晓得了 什么都晓得了 朴达峰阻击战 柴云镇班攻克了三个山头 兼抵两百余名 并捣毁敌军指挥所一个 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 1952年 志愿军总政治部 授予柴云镇特等功臣 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但此时 柴云镇却神秘地失踪了 志愿军总部发给他的英雄勋章 无人领取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 归国后 部队一直在打听柴云镇的消息 却始终没有下落 1984年 历经三十多年的巡防 部队终于找到了在四川老家务农的柴云镇 并邀请他重返老部队 可是柴云镇却拒绝了 没想到我是英雄 还是没想到我是英雄 我也没想到他寻找我 就是那种想法 我那种呢 是生产为主 少跟国家 找些麻烦 增加一些负担 我是为了 老门来自己拿着 老门来还是个人有双手嘛 凭自己有个身体有劳动 一把汤儿我搓的时候 我就不靠古一家山 就是那种想法 在人们的劝说下 柴云镇终于同意 再回一次老部队 去看看那些 当年曾经朝夕相处 生死与共 却有几十年未曾谋面的战友们 早上啊 门讲啥 不中情 好 那门他说 他就报了他说 蔡云镇 蔡云镇到来 来发文 来了 他说 来了啊 那门他在 他在接待 他发文进去的 开始就做着大招待说 调达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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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哪里 我说在朝鲜 武器战一门 好 那个头啊 是在 三天以后 三天之内啊 弹出来的 他说 你还有哪些刀副伤啊 我说 那头上 我明年枪子弹有 只捏了石头 打了那头 打了那 打了二十几个 打了二十几个人 为了最终确定身份 李天恩将蔡云镇 安排到军部的招待所住下 自己辗转郑州 许昌等地 寻访那些了解 蔡云镇事迹的退伍战友 仔细地核对着 每一处细节 随后 部队安排柴云镇 会见老战友 柴云镇一眼便认出了 当年的师长崔建功 和政委谷景生等人 而当他见到 将自己背下火线的 孙红发的时候 更是激动得 许久都没有说出话来 在确认了柴云镇的身份后 十五军向上级 向上级递送书面报告 为他申请不发勋章 同时派人到四川省民政部门 为柴云镇落实政策 一样子一下证实了我以后 首长就向我谈话 要求回哪里 我说哪里来哪里 哪里来哪里去 我要回去 我说我是高龙云生产的人 其他的啥子我都没有要求 你还有其他啥子 我没有啥子要求 我一换成人 我就没有啥子要求 时隔三十三年 柴云镇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老部队 当年他从朴达峰镇地上 被转运下来之后 发生的那些事情 也变得清晰了起来 富商转下战场 他为何与部队彻底失去联系 早就打完了 现在我也想成了残废人了 回家务农 他又是为何从不提及 朴达峰的往事 他说过他说 在战场上下来 三年时间黑了都在打仗 在朝鲜的朴达峰 昏迷后的柴云镇 被随后赶到的战友 转移下了阵地 经过抢救 柴云镇暂时恢复了知觉 看到待遇院里 看到醒了喝了点豆浆灌了 老家小片片灌了点豆浆 那么你看那战场上 也没吃饭 也没有喝水 没得水喝哪个 那么水灌了 最后又吃了点东西 那么才恢复 伤势严重的柴云镇 很快又一次昏迷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时 他已经回到了国内 躺在了内蒙古包头的 一家医院里 到了包头市医院 那当然就清醒了 生活条件也好了 那个队服务人员也很走道了 头上啊 那阵当时头昏头痛得很了 主要是头抬不起来 后头经过半年 就过半年的恢复 原来由于伤势过于严重 柴云镇被直接送回国内进行治疗 这让他彻底远离了十五军的战友们 那包子是没得呀 没得人 没得本部给的呀 只有我和你转到那里去了 而此时柴云镇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成为朝鲜战场的战斗英雄 并被部队找寻 但由于他被台下战场时 伤势严重 被临时安排 与其他部队的重伤员一起 紧急回国治疗 这使得 他与正在前线作战的十五军 失去了联系 柴云镇商誉后 曾经有人建议他给部队写信 以取得联系 重返部队 有人建议他说你能不跟部队写信 我说那部队打仗嘛 你现在忏悔了 你还找到部队 你不能为国家效力了 从来没有部队有免得 没想 为啥子不想啊 我晓得我自己是个军人 我说党劳军 仗打完了 和平时代了 哪里还有什么 怎么没有事了 我还是在想想到 从几年最后嘛 不足一两分钱 几乎好多钱嘛 都杀过嘛 就是 没想到我当英语 我是英雄啊 肯定就没想到 直到1984年9月12日 柴云镇看到了四川日报上刊登的 寻找英雄的启示 这才知道原来自己也是英雄 并被部队苦苦找寻 随后 柴云镇回到了老部队 这段寻找战友的故事 在跨越了三十多个年头之后 终得圆满 我说要三十多年 我在农村我都过去了 老卫星人们都 他们过的什么时候 我过的什么时候 我现在找到我了 我还是感谢共产党 感谢这一方 我没得 没得其他的想法 一年后 柴云镇受到金日成的亲自邀请 随抗美援朝英雄代表团 一起访问朝鲜 金日成特别举行了 盛大的授勋仪式 请到这些接待的时候 过一过的我手 在那里金日成都授集 特定工程 以及自由度的寻找 接下来 他工作了个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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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